HELLO,我是E記,E為達,今天和大家開箱 其實這個箱放在家裡很久了 但因為未有空打開它,所以一直都未有得用 你看我現在是吸血殭屍的樣子,因為我已經上了底妝 但什麼都未化,想著有在開箱後馬上試用 上眼看看效果如何 這一盒應該是...我不是說應該是,因為我自己也不太確定 因為我只是沒有研究過它 這一盒應該是Lime Grime 你們都知道我買什麼了,有很多人都問我會不會買 我當然會買 因為這個紅色的眼影盤是很漂亮的 但我順手買了很漂亮的三枝掃,但它現在歪了一邊 三枝掃,掃毛都很軟熟的,而且裡面是可以移動的 接著呢,就看看這兩樣東西 一枝唇膏它都給我整個盒子,為什麼呢? 不是因為這枝唇膏我是送給我朋友的 因為我朋友的名字是...這枝唇膏的名字是一樣的,所以我買了給他 來到今天的主角 Venus XL 我有萬千多個palette,而每天都在增加的 那數量 你們有興趣可以看看我palette collection的影片 那我桌面呢,可以展示出來的,我只會放幾盒 我最喜歡和最常用的 而他們兩個是永遠都在我桌面的 一個是Venus,一個是Venus II 那Venus裡面呢 就是這些顏色 都是紅紅啡啡,暖色 就是我最喜歡化的妝 而它的粉質是十分之好 很creamy,很容易上,很少fall out 那所以呢,它一出Venus II的時候呢 我就馬上買了 那有時候不想化我的眼睛那麼紅呢 咦? 那它又有些橙色,綠色給我化 是啊,綠色也是我幾常化的顏色 雖然在香港不是很... 不是很流行這些顏色 但是我是經常化的 那所以這兩個palette呢 就剛剛好滿足了我所有的慾望 那誰不知呢 它就出Venus XL 那我就儘管看看它裡面有些什麼 是沒有跟這裡重複的呢 其實我沒有細心研究它裡面有什麼顏色的 我只是見過人的post 我看到大部分都是紅色的 我現在先開一下你們看 怎樣?是不是全部都是紅色? 應該是啦 開光儀式 每一個新palette 鏡面上那塊膠 每次撕都有點開心 那下面呢 下面也有一塊膠保護的 我現在呢 就試一下用這個palette 化一個妝 紫紅色啦 淡紫色啦 深紫色啦 紫色啦 紫色啦 這些跟那兩盒palette是沒有狀的 也挺有用的 如果想化一個紫色的妝 不如今天就化一個紫色的妝 不如用手指吧 我用palette 如果用手指 我有一個秘技 我現在想用這格 這樣呢 我就會用手指 在它最邊這裡 這樣撕 對了 你撕了出來 我現在撕給你看 這樣呢 你就會有一條直線 在手上 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可以塗一些 小一點 幼一點的位置 看到那個效果嗎 如果你喜歡才 按你想要的程度去弄鬆它 我剛剛塗了這個唇膏 也是Lime Crime的出品 叫Plushies 也是新的 如果你都買了這款唇膏 你不要怪它 為什麼那個顏色 不完全像這裏那麼實 因為它是玩透薄的 所以它是 推薦透一點點 你自己的唇色出來 如果你覺得 真的不夠顏色 等隙兩層就好了 其實它 Liquid Lipstick 來說真的很薄 很舒服 那我們就不要追 那個顏色 而去租撻它 這個好的方法 所以記得不要塗那麼厚 我今天對於這個Venus XL Extra Large 的first impression 是怎樣呢 我覺得 顏色方面 是足夠你有餘化一個美女妝的 不過其實你說 用來化窩位 我很重要的窩位 因為我的眼睛比較腫 對 用來化窩位的顏色 我只能找到一格 這些太深了 只是這一格適合我用 另外其他全部都是 是Matte的顏色 又或者是Shimmer的顏色 但它就沒有一些很閃的顏色 甚至乎是 我剛才想找一隻顏色 來做眼頭的highlight 我不是很找到的 因為 不是很閃的 又或者是 它不夠反光 所以你看我塗了下去 都不是很誇張 眼頭 只不過是一隻顏色 鍋位顏色 眼影顏色 眼影顏色 很漂亮做到highlight的顏色 很深 畫到眼線位的顏色 Finnis都有了 所以我覺得 Finnis是值得買的 是這三盒最值得買的一盒 但是 這一盒 我剛才也說過 它樣樣都差一點 雖然它格數多 我都有用這個 用來塗一個胭脂 發現 很上色 雖然新買的fluffy 已經是很fluffy 但也超級厲害 如果大家看到它們 很漂亮 想用來做胭脂 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真的很上色 但是上色 也是眼影顏色的 一個好的特質 它的粉質很好 其實三盒都一樣 都很creamy 都沒有改變過 幾好幾好 Lime Crime 還有出過這樣的palette 顏色很漂亮很漂亮 但是粉質 沒有這些那麼creamy 它是偏乾的 就差一點 幸好這盒Finnis XL 跟之前兩盒Finnis一樣 雖然它格數多 不過又差一點 你說值不值得買 我覺得OK 對 50 如果你是Lime Crime的粉絲 就買 草吧 因為都很漂亮 但是如果你不是粉絲 其實我覺得這些顏色 你在其他地方 都很容易找到 例如 Urban Decay 那些 都很容易找到 又或者如果你喜歡化暖色 我剛才不是說 Finnis 其實如果你喜歡化暖色 你也可以買Urban Decay那個 Naked Heat 對 想這麼久 Naked Heat 我好像見我們賣廣告 出了一個小的mini版 你就不用一次過買這麼多顏色 可以試一點點 我覺得都不錯 就是這樣 今天的分享就是這樣 不過是很漂亮的 是很漂亮的 經常都給封面為話 希望你喜歡今次的分享 給個Like這條片 以及Subscribe這個頻道 還有就是 Hit My Notification 每次有新片都會告訴你 還有就是Follow 所有Instagram Facebook Facebook Snapchat 全部都是EVITAWONG 看我的Vlog EVITAWONG.COM 還有就是逢星期二晚 我們在這裡都會有YouTube Live Bye Bye